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年 夫子俩风雨无走 成为学校里最特别的同桌 他们如何战胜困难 用点滴创造奇迹 其实是可以上聋哑学校的 为什么却走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呢 一个完全失聪的孩子 能够读完重点大学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陪读16年 妈妈不工作 一家人怎么生活呢 我要让失聪的儿子 自信地站在友商的世界里 牛兰山二锅头 有请本期主角 欢迎您 您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我是陶燕波 来自天津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介绍到 其实您等于又重新读了一遍 又花了16年上学 是 我本身是吉林财快大学的一名学生 后来跟我的儿子又重新在天津河北工业大学 又上了一个大学 总共连自己加上儿子一共读了多少年 16加16 32年 您手中拿的是 这本是我跟儿子上初中的时候的数学笔记本 这本是我的跟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的笔记本 这里密密麻麻记的都是我跟孩子一路求学 对我们以前美好的一些回忆吧 那个片子里说您的儿子是失聪了 失聪了 听不见 是吧 是 是先天造成的吗 因为用了过量的清大梅术 是一起医疗事故 一次意外 损人